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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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看看我们今天来到哪里? 我是Annie 我是Paxi 欢迎来到 美食打卡 Yes! 今晚被自身音乐人带来交赖 十亿公里吃饭 一个不起眼的新春 沿途进来就是一些木屋住宅区 有瓜茶 还有泡咖喱茶 这里都是很清明的 还有一个Nasi Duma Yeah! Go! 我们进去! 没有活力的装潢 也没有必备的冷气 由着一般优秀热血青年 为社区所设计的空间 一个让人觉得亲切 感觉回到阿公阿妈的旧房子 完全保留着木屋 木组 木板的结构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家非常舒适的图书馆 长颈鹿故事馆 其实呢 这个呢 基本上是一个社区图书馆 那么 what you call social enterprise 就好像社区性的一种創业 哦 社区性 社区性的一种創业 嗯 所以是能到 創业变化 你能到社区性 你两个之间找到一个问题 图书馆有着类型不同的书记 有着大人阅读的历史书记 小孩子的读绘本 大人跟小孩都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坐着躺着 甚至趴着看书 妈咪们能当场自在地给孩子们说故事 现代的都市小孩看的不是电脑就是电话 这样的亲子时光 老实说真的是一种享受 当然这类型的故事馆需要大家的关爱 请不要处于破坏 没有破坏我们的孩子才会有更精彩的故事 今晚有一班音乐人 老友回轨VBA组团来这里自弹自唱 听触耳由 长颈鹿图书馆是一个以教育为本的 长期性服务的社区儿童图书馆 除了说书人 读绘本 孩子座谈会 妈妈分享会 还有很多音乐人 阿牛和张杰农 都会来这里公益演出 带给妈妈与孩子们的亲子活动 有机会可以带上一家人来这里 欢度亲子时光 耶 我的肉骨茶 还有这个客家雷茶 哇 非常的美味 马来西亚著名的拉西勒马 还有椰花 黑狗啤酒 你的订阅点赞 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动力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